朋友们 大家好 昨天我办了一张卡 就是办了一个骑行卡 好像是十几块钱 能够免费骑一个月吧 应该是不限程式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方便的 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 就是说房车上面 该不该准备一辆单车呢 还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就是说是买好 还是说用这种好 因为这种至少是 你不用放在车上占空间 或者说你不用安装自行车架 但这个东西是两头来说 如果说你是老在这种大的城市里面 那是没有问题的 你就用这个东西就OK 但是房车经常是在一些小地方 尤其是一些景点周边 它可能是在叫 听咚 不许叫 不许叫 刚刚说到哪了 因为房车经常在一些景点的周边 周边可能不是这种大城市这么方便 它没有这种共享单车 那么还是你自己背一个单车更方便 那么有不少车友用的都是这种电单车 电单车比较适合你长距离 比如说超过几公里以外 超过三公里以外 或者是两公里以外 那我个人偏向于这种 这种骑行单车就OK了 那么骑单车呢 可以买那种14寸的放在车里 但多少还是不方便占地方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 就安装自行车架 安装自行车架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超长 因为我们这个车是 很多人的车都是5米99 你稍微装你的东西它就超长了 连减可能会有点麻烦 但是可能也没什么麻烦 就要看大家怎么想了 如果说把自行车放在车后面 那是最方便的 至少它不会占你车里的空间的面积 但是就要看这个使用率了 如果说你是频繁使用 那还是自己背一个好 因为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里面 有一个自己的车 还要更方便一点 但是那种小车又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太轻了容易被偷 甚至连锁都不用翘 直接就低了就走了 你看像一些什么大牌子的小车 可能自重只有8公斤甚至7.5公斤 所以它很轻很轻 数的意义都没有 因为它一直走就低落走了 包括女生它也可以低落走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看你怎么去想 关于房子上到底背不背单车 背什么样的车 跟大家就聊到这里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你们认为那种方式最好 是用这种供养单车呢 还是说是自己背一辆单车 背一辆折叠的呢 还是背这种全尺寸的 是放在车后好 还是放在车内好 这就大家歌述己见 我希望看到大家答案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